台北富邦银行基金会在2013年 举办第六届的身心障碍才艺奖 历届得奖者展现的才艺面向 越来越丰富多元 基金会在2014年 为第五六届的才艺奖得主 接连举办两场大型的音乐会 在台北国家演奏厅的古典音乐饗宴 除了表演者独奏 更加入了弦乐团钢琴的共同演出 我从大概20岁不到开始主持节目 到现在超过30年 为这样子的节目来服务 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跟感动 紧接着更移试到台中市中山堂 和台中市政府文化局 合作举办一场非古典的流行盛宴 他们在某一方面有限制 但是都能够克服它的困难跟限制 那么超越障碍 那么勇气真的是无限 我们真的是非常感动 白总市长 知道我来到台中之后 说这个很棒的表演一定要到台中来 所以我们也争取到了 对不对 这些孩子 这些年轻人 虽然有一些障碍 但是呢 他们非常的勇敢 非常的坚持 节目内容丰富精彩 独奏以外 也让这些表演者合作演出 不同的搭配组合 令人耳目一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合作 你看那个宝宝 在那边一拍一拍地在数 尤其是那个手势 非常温柔的 这样子的一辈子的陪伴 一个非常动人的画面 这群舞者他们也许在自己的肢体上 或者在自己的听力上 受到了挑战 可是他们的精神 就像飞鸟一样的奔河 就像流水一样的无所不在 他们的演出是无价的 北富英基金会办理这样子的活动 也是无价的 感谢今天在现场 给我们掌声的所有的朋友们 感谢各位 台中的市民很有福气 这种振奋人心的表演 也应该要到台中来 深受各界肯定的身心障碍才艺奖 将持续进行选拔 诚挚希望大家支持鼓励 让更多身心障碍朋友参与 期许得奖者 能继续朝着目标漫进 找到让自己发光发热的人生